19年前的那个夜晚 一段夺人性命的钢丝绳 无迹可寻的现场 钢丝绳能否指认凶手 当来源终于确定 接触者竟然多达600倍 当一切线索归零 19年后 警方又该如何揭开案件真相 进行收看传奇故事 19年前的夺命钢丝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每一位我们说到一个有难度的案子 往往都会寻找不到证据 从而无法破解谜题 可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件 颇为特殊 特别之处有二 一是因为在这个案子当中 犯罪嫌疑人竟然主动送给了警方一份证据 这份证据对破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可是另外一方面 就算是有了这份重要的证据 这个案子从案发到结案 还速度花了19年 这到底是怎样一桩迷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江苏省的连鱼港市 19年前 也就是2001年的9月30号的晚上 一位商业班的出租车师傅呢 行至郊区 突然呢 他在路上看到了奇怪的遗憾 一辆摩托车呢 倒在路边上了 可是车子却没熄火 然后感觉很奇怪 没看到这个就是摩托车的车主 说实在的 当时出租车司机就怕是这摩托车主人 骑着车不小心出车祸了 车倒在这儿 人不知道摔哪儿去了 所以他赶紧就报警了 警察来得也快 立马就在周边进行了搜寻 但是搜寻的结果却让人相当震惊 因为就在距离摩托车十几米远的地方 警察看到了个土坑 土坑里头有一名二十多岁的年轻男子 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与此同时 警察在死亡男子的口袋里头 发现了摩托车驾驶证 可以证明 他正是那辆倒地摩托车的主人 既然骑摩托车的就是这名男子 那他是不是就是车祸导致死亡 可以告诉大家 完全不是车祸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因为死亡男子的颈部 出现了一个特别不寻常的东西 而且通过法医检验 这男子正是被钢丝绳勒住了颈部 窒息而亡的 说实在的 当时参与破案的都是刑侦老手的 可是这样用钢丝绳当凶器的案件 他们都觉得太少见 到底会是谁这么做 他又为什么要谋杀这名男子 刚才说了 这名男子身上有摩托车驾驶 所以他的身份很清楚 他姓彭 是江苏省冠云县人 并且那职业也很简单 然后经过排查 发现他是在林区虚沟地区 跑摩托车的一个摩托车司机 这样的职业按理来说 生活环境应该比较简单 所以警方首先第一点 特别注重在现场寻找证据 包括凶手的毒印 遗留在死者身上的毛发 甚至是皮屑等等 但奇怪的是 凶手似乎特别厉害 特别会隐藏自个儿 现场除了那根钢丝绳 竟然没有其他任何的物证 没办法 警方试图走第二条路 那就是调取周边的道路摄像头 但是很快他们发现 事发地点位于郊区 特别偏僻 根本就没有摄像头 只剩下第三条路了 那就是在周边排查走法 看有没有路过的群众 看到过什么不寻常的现象 但是走访一圈下来 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的现象 看样子 这情况相当棘手 警方只要换个角度 从犯案的动机来看 试想一下 如果用这么残忍的手段 去杀害彭某的 会不会是跟这彭某结过仇 包括当时有这个 风吹土的作用 包括仇杀 有没有情杀 这个还有图材 还命 多日的调查之后 警方发现 果然就像之前推测的 彭某呢 作为一个摩迪斯基 社会关系简单 也没有跟任何人有过仇怨 这下怎么办呢 查到这一步呢 可以说整个案件进入了一个死局 深夜郊区 那个倒地的摩托车旁边究竟发生过什么 似乎很难再找到真相了 就这么放弃吧 不可能 那该怎么破案呢 突然技术人员那边传来了一个特别让人惊讶的消息 那就是钢丝绳上竟然出现了重要的线索 最后在钢丝绳上面 发现钢丝绳有破损的地方 缠绕了胶带纸 然后我们就经过这个处理 在这个胶带纸上面 发现了一枚指纹 一枚指纹 并且经过比对 不是彭某的指纹 反过来 那就有极大的可能是凶手的指纹 你瞧瞧 谁能想得到 原本大家都以为钢丝绳只是凶手拿来作恶的凶器 但是偏偏正是他呢 又留下了凶手的痕迹 带领着警方破局而出 所以说呀 真的是天理着着啊 好 得到指纹了 这下是不是很快就能找到凶手了呢 这可不能急 有了指纹啊 其实只是第一步 因为警方还得找出这指纹的主人呢 当然了 警方与指纹库的这个指纹进行了比对 可惜没比重 所以他们只能把视线投入到外围 茫茫人海当中 到底这是谁的指纹呢 刑侦警察都是很有经验的 他们不会盲目寻找 而是试图先锁定钢丝绳的来源 是啊 这钢丝绳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绳子 它由49根钢丝组成 每七根缠成一股 七股相互缠绕 外边再裹上一层塑料 由于拉力极大 耐重性极强 所以钢丝绳呢一般都作为大型机械设备的这个专用拉线 只有一些特殊的工地或者工厂才能看得到 所以我们就正在这一块这个查找这个通过查找钢丝绳的来源 经过大范围的走访和对比 几天之后警察发现在距离案发地一公里左右呢 有一个矿工企业 而这里呢恰好就有相似的钢丝绳 并且凑巧的是经过全面检查 这家企业的一台机械设备上啊 用于紧急停止的钢丝绳正好莫名其妙的少了20米 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不太可能啊 所以警方初步认定 凶手应该就是从这儿拿走了钢丝绳 从最初的全顾线索 到锁定作案工具的来影 案件进展堪称神速 真的是太好了 接下来呢 这是不是就能锁定嫌疑人了呀 还真别说 破案犹如翻山越岭 刚翻完一座山 就会发现竟然还有另外一座更高的山 今天这案子就是这样 因为警方通过核查 这个企业有可能接触过那根丢失的钢丝绳的员工 竟然多达600人 600人 10个指头 那就是6000份指纹 一一采集对比 那工作量绝对是大到难以想象 但是警方没有放弃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一块 然后在这个600多号人当中进行排查 那一指纹进行排除 结果呢 不得不说这个案子再一次出现了 让所有人惊讶的情形 因为在所有核查登记的指纹当中 警方根本就没有找到与钢丝绳上所遗留的一样的指纹 奇怪了吧 怎么会没有呢 难道说根本就查错了方向 凶手使用的钢丝绳另有来源 不应该吧 警方觉得肯定有什么细节是被遗漏了 于是他们再三核查人员品牌了 果不其然 他们发现 企业里竟然有那么个人 也就是20多岁的临时工李某 他一直没有来登记指纹 更重要的是 警方一查 发现李某还欺骗公司 说他已经登记过指纹了 这不是明显的撒谎吗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很快 警方再次通知了李某 经过多次 当时包括烧口信 包括让他单位里面通知 让他到公安局央来拔一指纹 他都以种种理由 以种种理由 一直是拖延不来 都说作贼心虚 如果不是有问题 为什么不敢来 这个时候 警方充分怀疑李某有问题 不过由于没有拿到李某的指纹 不能确定他的作管嫌疑 警方也不能轻易采取措施 可是就在警方打算 通过其他渠道来取得证据的时候 让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李某居然失踪了 跟家里人也没打招呼 然后跟公司里面也没打招呼 就怎么着了 而且李某走得特别突然 竟然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的下路 相当于抛家而去 没有任何借口 也没有任何说法就走了 李某究竟是畏罪潜逃还是另有原因 他这一走可真是让警方太苦恼了 没办法 警察只好继续对李某进行背景调查 李某表面上在这家企业当时 李某临时工不错 但是他平时还有兼职 那就是到了晚上 他会去市区骑摩托车载客赚外快 摩迪斯基 这不是跟被害的彭某一个职业吗 警方不仅推测 会不会有可能李某其实跟彭某早就认识 甚至于他们作为同行 会不会因为拉克产生过一些矛盾呢 所以李某就设下一个局 故意夺取了彭某的性命 要不然他怎么会特意准备钢子诚呢 总统机下表明 他有可能会做这个事情 当时的办案警察一边对李某进行网上追逃 一边对李某的家人 以及他可能会去的地方进行了调查 再后来又是在全国范围内 多处寻找李某的线索 有任何蛛丝马迹都会到当地侦查一番 几年下来 南下云南贵州 北上内蒙古河北 总行程达到了三万多公里 可是遗憾的是 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李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无疑是令人沮丧的 但是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有一条线索凭空出现了 而且这条线索似乎非常有价值 当时是另外一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 在江苏 江苏武进监狱服刑了 他在和他的育友 就是平时闲聊的时候 听他的育友讲了 说他曾经有过在这个连云港这边打死过人 不管地点还是时间 似乎都对得上 这就让警方相当兴奋 这会不会就是李某 他们立马就到武进监狱进行了核查 可是结果不得不说 这起案子真的是一波三折 因为警察到了之后一看 这人根本就不是李某 而且他的这指纹跟钢色绳上也不相符 又是一场空了 再往后 时间这就来到了2011年 公安部开展全国轻网行动 连云港市公安局港口分局 一共有包括李某在内的17名历年的网上逃犯 最后经过多发努力 有16名嫌疑人都被抓获了 唯独这李某仍然是不见踪迹 悬案我们说过不少 可是今天这案子似乎特别气人 因为明明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指纹 也认定了李某的嫌疑 可偏偏就是让李某给跑了 就连轻网行动都没把他给抓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某他能躲 还是这一切另有玄机 而最后案件的真相又到底是什么呢 这彭某究竟为何被害 他跟李某又有没有关系 欢迎您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手机交易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对于在逃的嫌疑人 警方始终是不会放弃的 刚才我们讲了 2011年公安部展开了全国亲网行动 而到2019年 公安部再度展开了云见行动 在这次行动当中 连云港警方特别重视彭某被害的这个案子 是啊 19年了 虽然能够找到李某的线索更少了 但是案件越难 越要迎难而上 再说了 现在这行针技术也更发达了 道路上的摄像头也更多了 甚至还有了人脸识别技术 这都为案件争破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助力 于是在这次行动当中 行针 网针 图针等多几种部门共同配合 连续用各种大数据搜索 线索 整合能 可以说是绝不认输 而这一拼 足足就干了七个月 那么有没有找到李某呢 时间来到了2020年的三月 极其重要的一点蛛丝马迹出现了 这个人有可能说在山东出现过 山东 19年来 这是关于李某的唯一线索 警方太刑犯了 立刻就前往山东实地调查 主要还是到各个工地区进行走访 结果证实 线索方向没有错 我们要找到当时的陈包商 叫包工头 找到之后落实这个情况 最后在一个包工头的手里 都知道了一个线索 他手里还有一个类似 很像的这个嫌疑 这个类似李某的人 在山东娇州湾某工地 当临时工 那他到底是不是李某呢 奔赴山东的警察当中 有个人叫薄湘宇 19年前 他就参与过当时的侦破 所以这次他又来了 为什么呀 因为19年来 薄湘宇的心中 已经把李某的样子 描摹过千万错了 所以他间隙 只要当他面 那么即使是过了19年 李某已经从年轻小伙 变成中年人 他也一定不会认错 果不其然 到达工地之后 看到疑似嫌疑人第一眼 薄湘宇就认为 他就是李某 而且薄湘宇还发现 李某有个特征 大家注意哈 李某的这个颈部有颗质 而这个人在同样位置 也有质 碰到他的时候 他刚巧这个 这个发现他那个脖子上的 确实有一颗质疑 19年了 李某终于现身了 还等着呢 当然是立即把他 载负归案了 当时叫做明了 之后他说 嗯 他愣了一下就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 我们确定他身份 我马上就把他 就载负归案了 到了这一刻 我想最需要了解的是 两个问题 第一个 李某是不是杀害彭某的真凶 如果是 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多 第二个 那就是李某这些年来 究竟是怎么多呢 为什么警方花那么大力气 都没找到他 到晚之后 李某的表现让人很惊讶 他竟然很平静 并且很快就承认了 自己当年的犯罪事实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东西 是 是东西吗 确定 并且警方也验证过 19年前钢资绳上的那枚指纹 正是李某的 这下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了 那么李某的作案动机呢 难道他真的是跟彭某有仇 但是李某说出来的话 又让人相当震惊了 他表示他跟彭某认识是不假 但是也仅仅是认识而已 他跟那个死者其实没有身交 就有过几次结婚 既然没有身交 又怎么会夺人性命呢 这说不通啊 可是李某却说 当年的一切实在是有些阴差阳错 怎么回事啊 李某回忆 当年呢 虽然他跟彭某不算熟悉 但是同为摩迪斯基 彭某却是比较霸道的 树汉人 两人都是摩迪斯基 相互有同行业竞争 他受着欺负 李某爱欺负了 所以就想报复 可是李某却说 他这人怕事 所以他非但没有起报复心 相反 他还打算跟彭某 把关系搞好一点 于是在某一个晚上 李某特意请彭某出去吃饭 这好菜一摆 好酒一上 两个人喝着喝着 似乎还真就成朋友了 甚至还有了一个特殊的约定 在闲聊的时候 他提到说 这个局里边 就是案发那个现场周围 有这个鲁蚂狗 就抓一条鲁蚂狗 刷骨肉吃 提出这个主意的是李某 而彭某一听呢 也是欣然同意 时间这就来到了 两个人约定的那一天 李某和彭某来到港区 而李某手上 还拿了一个特殊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还记得整个案件当中 最重要的线索吗 没错 就那个钢瓷绳 李某解释说 他本来戴钢瓷绳 是为了套狗的 可惜的是 这俩人骑着摩托车 溜了一大圈 竟然一只狗都没见着 等于说最后没抓到狗 所以受害人当时就 有点恼火 按李某说的 彭某平时就比较霸道 这下彭某更是把一枪怒火 都发到李某身上 而李某呢 这回呢 他也觉得不想再忍了 就跟彭某吵起来了 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其实伙计都不小 这一吵很快就动手了 而这一动手 事态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悲剧就这么发生了 等清醒过来之后 看了眼前的这一幕 李某说 看了之后害怕 鱼水就打嘴就发了 这盘上边看见我跑 到一块小树的地方 我扶着小树爬过去 的确让人没想到 不是什么惊奇谋划 也不是什么蓄意准备 钢子绳一切竟然就是 一起争吵引发的泄愤 看来冲动是魔鬼 一点都没说错呀 接下来就要说说 李某的这个逃亡了 19年来他到底躲到哪儿去了 李某交代 当时他得知警方要提取指纹 他就知道自个儿一定会暴露 所以立马就跑了 李某他还是相当精明的 他不论到哪儿 都特意不使用身份证 也不用真名 然后专门挑一些工地去打零工 久而久之呢 李某也在一些 帮工头面前混了个脸熟 而帮工头呢 往往是多个地方承包工程 哪里开工就往哪里去 所以李某呢 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 固定跟着一些帮工头做事 这样呢 他既可以不使用身份证找工作 又可以不在一个地方待太久 这么多年 他一直辗转多个工地 毕竟这十来年之后啊 肯定有些比较熟悉的老板或雇主啊 他就一直跟着干 这些老板雇主也一直没有 他学问他的身份 大家可能要问了 就算工作上可以不用身份证 那李某总要办手机号吧 总要用银行卡吧 他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说起来大家可能都不相信 李某为了隐蔽自个儿 十九年来啊 他愣是没用过手机 之后这么多年就是不用通讯设备 至于银行卡嘛 他倒是有 不过他很狡猾 他可不会用自个儿的身份证办 不用那个身份证号 完之后还有银行卡之类的 都是找那个工友啊 还有就是互认识的一些朋友吧 帮他办理的 看来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 李某还真的是绞尽了脑汁啊 不用手机 不使用身份证 也不敢单独跑去其他任何地方 只敢跟着工程队 就这么过了十九年 大家发现没有 说起来李某是一直没被抓 可是他所过的生活 似乎跟坐牢也没两样 最后李某也承认 他的确心惊难战 也不能寐 成天就怕警察找上门 所以当警察真的来了 他反而平静 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讲 这也是种解脱 做个假设 如果李某在陷入疯狂的那一刻 能够预见到自个儿 未来十九年 将过这样的生活 能够预见警方抓捕他的决心 能够预见他 即将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或许他就不会那么肆意妄为了吧 所以啊 控制自己的情绪 保留最后的理智 是一个人保全自己人生的最好方式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 负责这些案件的警察 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 他们也总算说了口气 有人说坚持其实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 因为你很有可能要在没有希望的黑夜里行进很久 破除万难 才能看到些许曙光 这一点在破案上体现的尤为彻底 就像今天这个案子 从没有线索到嫌疑人归案 足足十九年 如果总统有任何一点放弃 都不可能有如今的这个结果 但也正是这份坚持 在警告了所有的不法分子 逃亡是没有出路的 自首才是归途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想收获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这样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